现在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CAMBA里面其实它也有内建了影像去备的功能 当然这个功能它是只有付费的版本或是教育版才可以使用 如果呢你现在还是属于一般账号 你也可以不用担心 我们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个Remove Image Background的网站 它一样可以轻松的帮你做到去备的动作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以这张圣诞老人为例 我们按一下编辑影像 你就可以看到CAMBA里面其实有提供很多的工具 让您去编辑这些内容 那其中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背景移除工具 当你按下它之后 会把这个图片上传到云端 那您去备完成之后呢 还可以使用它的清除跟还原的工具 来针对影像不满意的地方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效果其实很像Office里面的背景移除工具 不过它是用AI来做运算的 如果您觉得OK 按下套用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云端去备的服务 这个服务呢其实它已经推出好几年了 而且去备的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打开网站之后 您只要把您的照片上传 或是透过复制的方式按下Ctrl加V把它贴上 就可以将图片上传到云端 而且您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快就把照片处理完了 那当然本身它也有提供一些编辑的工具 比如说您想要单纯的让背景变模糊 或者是直接帮它替换成另外一个背景图 通通都可以 当然它也有提供橡皮擦和完远的工具 所以您一样可以透过擦除的方式 把您觉得比较不OK的地方做一些处理 最后您可以按下颜色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想要的是它去备之后的图档 所以我们回到像这样有赛车格的这个图示 按下下载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影像下载下来 传到Canva里面来使用 除了刚才介绍的网站之外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做云端去备的服务 它的特殊点在于它所提供的是原尺寸的下载 还有提供一些影像编辑的功能 效果也相当不错 使用方式跟我们刚刚的操作非常雷同 开启网站之后一样我们可以把它贴上 或者是透过拖曳的方式把档案上传上来 一样很快的去备完成 你可以透过背景颜色的替换 或者是背景图片的更替都可以 它也有提供像这样的编辑功能 最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使用上都是相当的方便 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介绍一下 如果您想要有像这样瞄边的效果 其实我们在Canva里面也可以透过光晕的方式 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 点到影像之后一样按下编辑影像 这一次我们选择阴影 在阴影里面呢您就可以找到一个光晕的效果 按下去之后它其实会帮我们在图片的外围 加上了这样的阴影 但是我们不是要这样的效果 所以您可以选按这个地方 就可以针对它的内容做调整 首先我们先把颜色把它设成白色的 接着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大小变大一些 但是它预设是有一些透明度 所以我们让它的透明度先设为不透明 接着我们把模糊化的部分把它关闭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 获着一张有描边的图档 完成之后你按一下套用 这样就OK咯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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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